Hello 大家好 在本期视频中 我将向初学者介绍 Affinity Designer这款软件 入门必备的前十个知识点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如何新件文档 要做到这一点 请进入文件菜单 然后选择新件 左侧由Affinity提供的 常见文档尺寸预设 但我们不用预设 而是自定议设置 从布局选项卡中 我们可以选择文档的宽度 高度和单位 我将单位从毫米改为像素 然后将文档大小设为 2000x1400 接下来 进入原色选项卡 在这里 你可以更改文档的颜色格式 大多数情况下 RGB8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还可以开启透明背景选项 而不是白色背景 现在让我们进入编剧选项卡 你可以在文档预览中 看到编剧的样子 但大多数时候 我喜欢关闭编剧 因为我觉得它们有点分散注意力 最后 还有一个关于出写和比例的选项卡 但这些是比较高级的功能 你不需要担心 现在我们已经选择了所有设置 可以按创建来开始新文档 如何制定Affinity Designer的界面 界面分为四个主要区域 左侧是工具栏 顶部是工具条 其下方是上下文工具栏 右侧是工作室面板 让我们先看看工具 我们将在视频中练习使用一些工具 但重要的是注意选择不同工具时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看上下文工具栏 你会注意到每次选择不同工具时它都会改变 这就是它被称为上下文工具栏的原因 因为它会根据当前选择的工具提供不同的选项 与此相对 我们有常规工具条 它在上下文工具栏之上 这个工具条有一些重要选项 当你选择不同工具时不会改变 稍后我们将学习其中的一些选项 最后 让我们看看右侧的工作室面板 Affinity Designer中有大约20个不同的面板 它们提供了广泛的功能 但你通常不需要所有面板 所以默认情况下 Affinity隐藏了不那么重要的面板 实际上 大多数时候你只需要三个面板 颜色面板 笔画面板和涂层面板 为了保持界面整洁 我喜欢删除除了这三个以外的所有面板 要删除一个面板 只需点击并拖动其名称 然后按X删除它 我会继续这个过程 删除所有其他不需要的面板 现在我们的工作区看起来整洁多了 但如何恢复删除的面板呢 为此 只需进入顶部的窗口菜单 然后点击你想恢复的面板名称 或者 如果你希望所有面板恢复到默认状态 可以点击工作室 重置工作室 这样就恢复到默认的面板显示效果了 如何创建形状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Affinity Designer中的形状工具 轻松创建形状 有矩形工具 橢圆工具 和圆角矩形工具 但实际上还有更多形状 如果你点击这个小三角形 就会打开一个包含星形 星形和三角形等形状工具的列表 要使用某个形状工具 只需点击你想使用的工具 然后在文档中点击并拖动以创建该形状 如果你在点击并拖动时按住Safe键 你的形状将具有相等的宽度和高度 但形状工具真正特别之处在于这些橙色的小节点 几乎所有的形状工具都会有这些节点按钮 通过它们你可以自定义形状 只需单击并拖动这些节点 你就可以实时地改变形状的外观 如果你觉得使用鼠标拖拽不够准确 你也可以在上下文工具栏中的输入数值直接进行修改 这与使用橙色节点手动调整的作用是相同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方法 如何使用移动工具 移动工具是工具列表顶部的黑色箭头 它允许你移动,调整大小和旋转对象 要移动某个对象,只需点击并拖动它 要调整其大小,只需点击并拖动边缘上的节点 要旋转它,使用浮动在上方的节点 在执行这些操作时 你可以按住Safe键以修改你的更改 按住Safe键,你的选择将以15度为增量 如15度,30度,45度等 如果在调整大小时按住Safe键 你将等比例调整其宽度和高度 如果在移动某个对象时 按住Safe键,你将原直线移动它 一个小提示 你可以点击工具条上的磁铁图标以开启对齐功能 当你移动对象时,对齐线将会出现 帮助你精确定位移动 如何添加颜色 要做到这一点,只需从颜色面板中选择一个颜色 那么,无论你选择了什么对象 它都会填充这个颜色 重要的是要知道每个对象实际上有两种颜色 这两个圆圈代表我们选择了对象的两种颜色 绿色圆圈是填充颜色 黑色圆圈是描边颜色 填充颜色是对象的主要颜色 及填充其中心的颜色 描边颜色是对象外边圆的颜色 及其轮廓 很容易看出这个对象有绿色填充颜色 但它的黑色轮廓在哪里 目前我们看不到它 因为默认情况下对象的描边宽度为0像素 要增加其宽度 我们需要进入描边面板 在这里,我们可以轻松增加描边的大小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黑色轮廓 但它有点吞没了我们的圆形 幸运的是,这很容易解决 我们只需要更改描边的顺序 使其绘制在对象的填充颜色下方 现在它看起来不错了 但如果我们想要黑色以外的描边颜色怎么办 为此,我们需要回到颜色面板 然后点击黑色圆圈 现在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新的颜色 它将应用于对象的描边 如何理解图层 如果我们查看图层面板 可以看到每个形状都是一个单独的图层 你可以通过按下图层右侧的小圆圈 轻松打开或关闭图层 如果按住Save 键 你可以选择多个图层 然后可以同时打开或关闭它们 如果你想取消选择图层 只需点击任意空白区域 图层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是它们相互堆叠 例如,如果我移动这个矩形 可以看到圆形覆盖了它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圆形的图层在矩形图层之上 如果你想更改哪个图层在顶部 只需点击并拖动移动其图层 如果你想删除一个图层 只需选择它 然后按下Mac上的删除键或PC上的退格键 我实际上不想删除这个图层 所以我会按Mac上的Command Z 或PC上的Ctrl Z 撤销 我想保留这两个图层 不额运算 这只是一个花色的说法 表示Affinity用于合并形状的工具 不额运算有五种 但你最常用的是添加运算和减去运算 如何合并形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添加运算 这个选项允许我们将多个形状合并为一个 现在,两个形状已经合并在一起 我们的图层面板中只有一个图层了 我会通过按Mac上的Command Z 或PC上的Ctrl Z 撤销它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减去运算 它的工作方式像一个饼干切割器 现在,圆形被切掉了一部分 因为矩形的区域被减去了 我会撤销这一操作 展示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将把圆形的图层放在矩形上方 然后选择两个图层 然后再次使用减去运算 但这次我们的追踪结果看起来非常不同 这是因为不额运算会根据哪个图层在顶部 而有所不同 在减去运算的情况下 无论哪个图层在顶部都充当饼干切割器 而下面的图层充当被切割的饼干面团 如果我撤销减去运算 并使用添加运算 你可以看到合并后的形状是灰色的 而不是像上次那样变成彩色的 这是因为合并后的形状 将始终计成底部图层的颜色 如含添加图像 要添加图像 你可以使用放置工具 这个工具看起来像一张图片 在这里 你可以从计算机中选择任何照片 然后点击并拖动以放置照片 就像形状一样 你可以随意移动和调整照片的大小 我最喜欢的一点是 我们可以从照片中采样颜色 例如我喜欢这些橙色的角 我想让我的形状也变成这种颜色 为此 我们只需点击并拖动颜色选择器 然后我们可以从照片中采样任何颜色 然后 如果我选择形状 我可以应用我用颜色选择器采样的颜色 如何说放画布 要做到这一点 请按麦克上的Command加号或PC上的Ctrl加号 你可以按麦克上的Command-号或PC上的Ctrl-号来缩小 如果按住空格键 你可以点击并拖动以移动 而如果按麦克上的Command-0或PC上的Ctrl-0 稳当将完美地适应你的屏幕大小 如何保存还导出你的作品 要做到这一点 请进入文件菜单 然后选择另存回 这将保存一个Fanity文件 如果你想继续工作可以稍后打开 如果你已经完成项目 可以选择导出 在这里 你可以将你的作品导出为照片 其他没有Fanity的人也可以打开 在对话框顶部 你可以选择你想使用的文件类型 有很多选项 但大多数情况下你应该使用PNZ 这将以高质量导出你的作品 同时保持较小的文件大小 然后 在对话框底部按导出 在这里 你可以将照片保存到你的计算机 然后你就可以与世界分享你的精彩创作了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 记得订阅频道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